來看一下為什麼要特別問一下各位有沒有在用雲端硬碟 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如果檔案比較大 各位應該知道你會用的方法是放在雲端碟上 然後就共享 讓他去下載 那我可以問各位一件事情嗎 E-mail也有人會遇到這種情形 比如說我已經收到一封信件了 他就跟我講麻煩你看一下這封信的附件有沒有 可是隔了幾分鐘又來了一封 他就跟我講說很抱歉 剛剛那一封的內容有錯我重新記一次 對不對 然後呢隔天又來一封前兩封有錯 以這一封為主 那過了沒多久呢又來一封 前面的都不要理他這一封才是正確的 我問一下各位如果他真的沒有收到 中間有漏失掉或者看的過程沒有收到那一封 他是有可能會下載到錯誤的那個版本 對不對 那如果你放在雲端碟碟上 假設你不是放在郵件裡面 就是你是放在郵件裡面那個連結給別人 那你有新版本你是又再傳一次 傳一次後是不是產生不一樣的網址 對吧 所以別人下載錯的版本都是他的錯 都不是你的錯 你有沒有想過可不可以改善這種情形 可以 因為我給你看一下 我發現這個好像是大部分大家都比較不會用的功能 可是這個是Google雲端碟很重要的一個 不管你是不是Google文件 你一把Office文件 PDF都沒有關係喔 甚至是程式也可以 也就是說他可以做所謂的版本管理 版本管理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今天如果你要跟別人分享 比如說我這裡有暫時分享 我找另外一個 我找那個軟體的比較多 我們先看不是Google文件的部分 你看 好 假設這個網頁好了 最近有更新 好 這個我按右鍵 是不是可以馬上取得一個共用連結 好 這沒有問題 但是你往下看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管理版本 大家有用過這個功能嗎 有人有用過喔 用這個有什麼好處 共享的網址是一樣的 可是 你取到的下載的檔案 會是最新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我的文件有更新的時候 以往我們文件的做法都是什麼 今天 存檔之後我可能也許在後面加一個日期 結果就相同的文件有很多版本 那現在在上面你可以不用這樣做 你可以按一下右鍵管理版本 好按右鍵管理版本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好幾個版本 有目前版本 版本9 版本8 版本7 有沒有不同天 你了解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你不需要再點他另外一個網址 都是相同網址 所以以後不管他看到哪一封信 他點下去都是下載到最新版本 像剛剛那種情景有沒有 來來回好幾次 可是我不知道哪一個才是正大 正確的 那 預設的話呢 各位如果你是就是 因為我現在是學校的版本 因為我的空間是無限大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學校的都是用 國國代管就是無限大 那所以呢 我這些版本他會永久保留 他會永久保留 那麼如果各位用的是一般的Gmail 就是15G的帳號的那種 他會幫你保留舊版本30天 好舊版本30天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版本很重要的 你可以把它保留下來 在這邊 有一個叫永久保留 有沒有 你就可以把它留下來 剛剛你也可以手動刪除 比如說你用一用才發現之後糟糕 舊外才是最美 你就把新的版本刪掉 那把這個版本他就回復回來 他就回復回來 這樣你了解意思 這個是針對 就是不是Google文件的時候 您可以這樣用 那你的連結本身 就不用動 都是同一個 那麼如果你本身是 所謂的Google文件 那就恭喜你 那就更好啦 因為Google文件本身 就有什麼 版本部分 就所謂的版本紀錄 那我找一個給您看一下 像我 我們上次有用過那個 Google會圖 還記得嗎 我們那個即時的互動白板 如果您有來參加的 我看一下哪裡有 這個是我們上次的 不過上次的好像沒有的 我看一下版本紀錄 有沒有 你可以來這邊查一下版本紀錄 你看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是Google文件 不管是Google簡報還是什麼 在左上角這邊 就有一個叫版本紀錄 它會即時幫您把您的那個文件 就是保留下來 好保留下來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隨時回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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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也可以 把你比較重要的版本 把它命名保留下來 保留下來 所以說 其實Google文件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雖然它不適合作為最終版本 因為通常我們最終版本 會有很多表格 或者一些格式設定 但是它很適合我們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把這些內容把它保留下來 還有像剛剛 各位不是有用過 我們Google簡報裡面的那個註解嗎 對不對 也是一樣啊 有沒有發現 就互動性質比較多 大家如果有問題 有討論的時候 就在那個文件上面 就一起進來了 這樣所有紀錄就會留著 所以Google文件是蠻適合 所謂的多人共同協助 這個會比我們一般office的 雖然它現在也可以做到 但是大部分大家 一般用回到office 還是比較偏向的 單極作業嘛 對不對 都自己做自己的 然後交給你之後 你怎麼回事啊 跟我無關的 可是Google文件 它就不是這樣的概念 它就是共同協作的 這樣OK嗎 可以啦 好